大家好 又是我 韜客 最近有一件事 都挺轟動的 就是那個逆見亂 就是以前NBA打過籃球那個 籃球星 被人發現 嫖妓 還嫖到一個我 我就是什麼 又不是雞又不是鴨那種 就叫我 很多人都想知道 娛樂圈裡面 有沒有一些明星 又被人說他有嬌加琴類 有沒有呢 但是當然有 有些後果嚴重 有些後果是怎樣 另外還有些 原來被人砌生豬肉 應該是 有哪幾個呢 等我大家慢慢說 我在網上就找到一篇文章 盤點 阿那奢斯斯生活不檢點的 涉旺嫖妙記的大明星們 很多時候 那些明星你都想著 唉 都是樣樣衰衰啊 肥肥等等 才會去被人說他 去叫 但原來 不一定的 帥哥都會被人說他 帥哥都會有 原來 例如 台灣藝人 霍建華 霍建華 霍建華拍過很多劇 在香港 都有人看過 因為他都是一個 超級帥哥 他跟林心瑜結了分 他進朗的外表 都受到不少女生的追捧 但是他捲入 這個叫雞風波 據聞微博一個 叫做五味噴的 五味噴的網友 就說自己招待了一個客人 這個客人 只是自己的偶像 而網友 就查到 他是這個 酒店 就是夜店的女公關 而這個客人 極有可能 就是霍建華 這樣 這件事 真的 這件事 都差不多 十年前 有篇新浪的文章 就幫霍建華平反 那他就說 那時候 這個女的 就在網上就說 今天心情很激動 因為他最崇拜的偶像 來到他家 雖然他不讓他拍照 但是他是一線明星 那 就說這一刻 永世難忘 那 那 因為呢 霍建華 那個 經理人 有 有 follow過這個叫 五味噴的 五味噴的女生 那 所以那些人就懷疑 那個人就是霍建華 但是後來呢 有很多證據顯示 原來不關他事的 因為呢 他說那個時間呢 霍建華在第二處 正在買鞋子 那就是有不在場證明 那樣 難道他懂得分身術 那可能 他在說那個 是另外一個人 那但是呢 那時候呢 他傳得很厲害 那還有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是 真的被人 這樣踢爆 是嫖妓的話呢 他糟糕啦 後來不用在大陸 做的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被人 定義做 劣職藝人 什麼劇 什麼東西都不會有他份的 那但是後來你見他 什麼事都沒有 還娶賣林心語 就知道 沒事啦 那但是 這個沒事而已 另外一個有沒有東西呢 這個就真是 大鑊一點了 2006年 6月 這位男明星呢 就被人傳 他在香港一間 酒店 就 有做一些運動 被人傳 錄影 報道說 這位人 透過電話預約方式 在北角一家知名飯店 就進行這個交易 他在這個不知情的情況下 令到這個 整個過程被人錄影 那這位明星是誰呢 這位明星就是杜德偉 然後他以前跟君如拍過拖 一路 被人說 就是 又英俊 又跳得又唱得 結果 因為這件事 令到他名譽掃地 那但是 這件事 這件事 壞了 然後他就過了台灣 就拍了一套戲 叫做 八號檔譜 因為這套戲 在台灣重新翻紅 又唱了一首歌叫脫掉 就是 在MV裡一路 一路 一路脫衣 脫到剩下一條底褲 那時候 在台灣 就重新爆紅 然後呢 在2012年 11月11日 就跟 一個小過他 24歲的 叫Icy的女生 結婚了 那現在 都有 出來 唱一下歌 你看 有時候政府 有些活動 有些事情 他都有出來唱歌 好像是去年 那但是 就 你看到他 那些 戲啊 就是唱歌 那部戲啊 那些東西 大不如前 唱Live 沒有以前那麼好聽 那另外 還有一宗 是2009年的 那這宗 說真的一句 沒有 實質證據 但是 被人傳得好行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09年5月24日的消息 那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呢 近日有一名 自稱叫做 NCG 就是 叫Night Club Girl的香港 母小姐 在網絡上爆料 就是 數了一些男明星 嫖妓內幕 娛樂圈呢 一時間 人人之危 那其中一個 姓鄭的 男明星呢 被爆 大爆呢 帶這個 母女啦 回家 就是拿手袋 那樣 那她說呢 去到她家 就發現她家 有大量 她那時候的女朋友 S字頭的 女明星的照片 那樣 那據聞呢 這位母小姐呢 在4月16號 就寫了一篇呢 叫NCG 摘日記 2 明星 那樣 那大爆呢 鄭姓 男藝人 跟她開訪過程 當中呢 當然啦 讀書不多 文句不順 錯字很多啦 那這個男藝人是誰呢 就 苦之欲出的啦 那 那位母女呢 在布洛格上面透露 就 最近開工坐桌 見到現場有六七名客人 包括 鄭姓 男星 酷男 酷 酷男 以及肥導演 母女批評 酷男愛玩 又不肯認輸 明明猜拳猜輸了 又說到自己好象很厲害 可能她以為每個女人都喜歡她 但我已經玩到無火 母女指出 母廳內 連侍應都羨慕她能與酷男 近距離接觸 特克爾 表示 看人 不能只看外表 那玩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就給了錢 上了七人車 那以為呢 阿酷男會帶她出遊 誰知道呢 上車的居然是這位 鄭姓男星 那當時這位 鄭姓男星呢 就對母女說 啊 是我看中你 我要帶你出門 啊 母女繼續說 就說她跟鄭姓男星回到家之後 見到對方呢 牆上掛著很多 S女星的照片 搞不清楚呢 兩個人是不是已經在一起 不過呢 跟男星上床 母女就唱衰對方 能力不足 啊 那說呢 她始終啊 抬不起頭啊 轉眼呢 已經天亮了 都還沒得 這樣 她已經很生氣了 但是又要裝很溫柔的 跟她說 唉我這麼努力 你都不行 天亮了 我要走了 這樣 那我母女就埋怨了 說那些明星 錢又不是給得特別多 但是麻煩了 後來呢 我先聽說 跟鄭姓上過的 中國妹呢 都表示她很麻煩 很難搞定 這樣 她有爆其他男明星玩家 形形色色 當中包括什麼呢 她說有一個是已婚歌王 跟香蕉男一起偷歡 這樣 那向來24校老公兼好爸爸的 已婚歌王呢 有個幸福家庭 不過呢 因公主認識到香蕉男 就結伴一起去卡拉OK 偷歡 這樣 那對比勝趣呢 香蕉男一見不方皆 有男友抱 非常開心 已婚歌王呢 就有風道德多了 小姐只需要陪她喝酒 最多都是抱一下腰 原來呢 已婚歌王只喜歡唱歌 整晚做咪爆 拿著咪不肯放 咪 真是她不肯爆名 真是 給大家猜一下 那有一個呢 就是 師奶殺手 愛玩3P 他說 師奶殺手表面上 就很愛老婆 但是呢 整天瞞著老婆去深圳 一間有料的卡拉OK玩 然後呢 上酒店 Happy去 那據聞呢 這個師奶殺手 有個怪癖 十次呢 有八次都要起雙飛玩3P 但是其實她根本呢 就吃不下的 搞到呢 浪費人力資源之外 還要浪費金錢 那還有一個呢 叫做廚房男 由客廳做到廚房 那紅歌星廚房男 每次出外登台呢 都要吃一吃外地雞補身 據聞呢 她有一次到新加坡做show 第一時間呢 就召小姐去她的商務客房 那廚房男呢 在玩樂時呢 很懂得利用空間 由客廳玩到睡房 廚房 再由廚房玩到上床 之後還殺入廁所 盡寬半小時 那小姐說呢 跟這個廚房男呢 一番大動作之後呢 不單止看留下背 那樣 還腰酸骨痛 那以為 有貼士打賞 誰知道呢 這個廚房男一毛不拔 激到這個歡祥女子呢 將這個廚房男 列入這個backlist 聲言一日後呢 除非對方先給付加費 要不然呢 寧願坐冷扮椅 都不接她生意 那有關 南星嫖妓這件事呢 就 眾說紛紜啦 由於 嫖妓新聞呢 就涉及這個鄭姓南星呢 有很多姓鄭的 有出名 無賴的 成為嫌疑犯之一啦 那這件事 沒辦法啊 即是你形象問題啊 這些 始終一件事 啊 這些事又沒有想做證 又 只有一把口說的 至於有人問過曾志偉 這個南星尋寬一事 那曾志偉就很理直起葬 誒 上酒店 你必去玩女人的 那 不去玩女人 那 難道 他去念唐師三八手 這個真是 挺令人出奇的 還是他不是去玩女人去玩男人啊 哈哈 這樣也挺恐怖啊 那當然 有一些被人爆了名的啦 那這個呢 就 出名一點的 就是 這個啊 吳啟華啦 2004年6月呢 吳啟華在大陸拍攝這個街人有約的時候 就被忽然一周 拍到他一拖三喔 帶來回酒店的照片 那據報導 這個姓吳的 即吳啟華啦 和三位小姐呢 坐的士到酒店之後呢 大模大樣 一拖三大步入內 但是呢 被保安拒絕了 那後來呢 吳啟華發現酒店停車場可以 去到客房了 所以呢 立刻拖個女生呢 就 由後 後面停車場上房了 那時候呢 已經凌晨4點了 那事後呢 女生呢 就向周刊記者承認收取2000元 陪入吳啟華的 這樣 那說真的那句 你大模私樣的 一拖二 酒店進去 人家當然不給你了 如果給的話 酒店也會被人告 一分鐘 真是 唉 唉 這件事又搞笑一點 真是你 叫雞都低調一點 搞到這麼大模私樣 真是放死人家 不知道你是誰 那樣 或者特地這樣做 去逮捕那套劇 那些人 多些人留意一下 這套街人有約 對不對 但是 去到現在都沒有人看過這套劇 真的 那當然 不一定只是有香港的 那都有一些外國的 那例如呢 2005年的時候 就有日本網站爆料 日本明星啊 拍GTO出名的 那位反丁龍屎 就經常呢 背著太太喔 就出去 叫雞尋寬喔 不過呢 他曾經光顧色情場所呢 都將個列入黑名單喔 為什麼呢 因為 反丁喜歡霸王眼上工啊 為此呢 不少色情場所呢 寧願賺少一點啊 都落禁令呢 拒造反丁的生意啊 事後呢 有媒體報導啊 反丁之所以出外尋寬呢 原來是因為太太的原因喔 由於呢 他拒絕和反丁行房 導致反丁不估一切 和公眾 即不估一切和公眾形象啦 就找妓女 結果身敗名裂啦 那為什麼她老婆不肯呢 可能都是因為她太 喜歡霸王眼相公吧 那但是 對她形象好像沒什麼大影響喔 她最近 GTO又出了一個 新一輯的真人版的電視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呢 當然 外國的男神 怎麼只有一位呢 Hill Grant Hill Grant Hill Grant 都被人說過啦 1995年的時候呢 就和這個妓女 迪曼布朗呢 就在保馬汽車內鬼混 被警察捉過正著喔 即是斷正喔 九年之後呢 這段往事呢 再次被當年負責記錄的警察呢 被爆了給媒體聽啦 這樣 使得呢 當時呢 即是 他們那時候就說英倫第一情人啦 其實香港呢 都很多女生喜歡她的喔 看她演戲的喔 那時候什麼四個婚禮 一個壯禮啊 那些都 令到她非常之紅啦 但是呢 因為這件事呢 就由英倫第一情人 變成呢 在這個丟臉明星的榜裡面 榜首的位置 真是 那 唉 何必呢 真是 做事低調一點啊 真是 那另外一個呢 更大鑊 啊 拍泰天力出名的 李安納道迪卡比奧 因為拍這個鐵達尼號 紅極一時啊 但是呢 這麼帥仔的她 都被爆有叫過的喔 當然喔 大爆料的呢 就是她好友啊 一名男模特兒啦 那據稱呢 是曾經把兩名高級妓女 介紹給李安納道啦 這樣 而她呢 都沒有拒絕喔 還帶女兒回家狂歡喔 這樣 那但是 這件事 是因為 那男模特兒爆料而已 但是沒有證據的嘛 那可能造謠都不定的 你知道 啊 這麼帥仔 當然有不少人眼紅他啦 就是 是不是呢 那但是一件事呢 李安納道呢 其實本身都很多東西 很具爭議性的 例如呢 她溝親的女兒呢 都不超過25歲的 第二呢 就有人傳她是某個 外國的邪教啦 那這個呢 看一下大家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呢 會特地開一集 講關於那些 啊 入了邪教的明星的故事 有興趣就 大家留言啦 多多留言 等個五仔有機會 叫我說啦 那好啦 這些男明星呢 暫時講的那些呢 都對她的 工作上啊 就是 她的事業上呢 沒有什麼大影響 因為到現在就起碼有戲拍啦 這樣 那有哪些是 真的 差不多心敗明裂啊 不可以在內地立足的呢 這樣 又都有啊 例如這位呢 雖然內地呢 人氣都還是很高啊 經常講烏蛤哥烏蛤哥呢 甚至乎有人扮她 這位啊 五十一歲的港星 現在不是五十一了 六十一歲的啦 原來 因為 爆這件事的時候 她五十一歲啊 2014年7月17日那時候呢 張耀陽啊 烏蛤哥呢 就被人驚傳 吸毒啊 在北京被捕啦 隨後呢 影片被人曝光了 這樣 根據呢 香港一周行的報道指出啊 除了 當時被人被捕斷正 說她吸毒之外呢 原來還有一個女孩子 在房間裡面喔 這樣呢 那張耀陽當時聲稱 該女子是她女友啦 那但是呢 短片流出當時呢 就說 證實她除了吸大麻之外呢 還涉嫌嫖妓喔 因為她還有澳門呢 還有一個正牌女友的 那但是呢 最好笑就是 她女朋友知道之後呢 沒有生氣不單止喔 反而拍手叫好喔 為什麼呢 她說 不需要再為男友解釋呢 她不是同性戀啊 為什麼呢 這樣 張耀陽呢 過去曾經交過很多女朋友 但是呢 近那幾年呢 就被爆和這個 就是被人傳 和蔡一傑呢 就傳出同志情啦 近來五仔那條片都有提過啦 為人所熟知啦 那呢 張耀陽呢 其實和那時有個 二十六歲的女朋友 過去因為朋友介紹呢 去澳門賭場做公關而認識的 那兩個人已經交往了三年了 那那次 就是藏獨被人抓呢 還事嫌嫌嫌呢 那女朋友就 終於可以跟別人說 啊 那男朋友不是女朋友啦 那樣 所以她就覺得很高興啦 但是男人當然高興不來啦 因為被人定義為劣質藝人 不可以再在內地拍戲啊 還有 就是曝光啦 甚至乎 那你又知道那時候呢 香港的電影呢 主流都是 去了內地市場嘛 那你不可以在內地上映的話 那她拍那些戲就變了沒有意思啦 所以她就變了 因為這件事之後呢 就淡出了娛樂圈啦 那最近再見她的時候呢 已經是澳門做經理啦 好帥啦 那就 留了白鬚 留了白頭髮 那樣啦 就是人氣有在的 不過不會再拍戲啦 那另一位呢 又是當年不少女生呢 雲軒夢系的 男神啦 這個呢 就是李雲迪啦 那李雲迪呢 就是那時候 剛剛在香港 紅的時候呢 就是說她的樣子 留長頭髮 好像木村託哉那樣 有點像一達過 簡直是木村和達哥呢 用龍珠那招融合那樣 變了出來的樣子 沒有分別啦 又帥仔 又贏到國際比賽啦 那時候呢 朗朗都還沒上場啦 在內地的演藝圈呢 都活躍得很厲害的 還有甚至乎呢 他用專才計劃來香港呢 是拿了身份證的 我記得 那但是呢 他就在三年前 就被人爆了 因為嫖妓啦 被人行政拘留啦 那麽就 那麽就 文章就這麽說的 江琴王子 淪為嫖客 說他呢 就被爆 涉嫌嫖娶 被行政拘留 一不離二 那麽有傳半年前 已經被人捉到一次 但是呢 悉心未止 以十名轉將呢 整萬元欲金 已經真光明正大了 終於嫖出禍來 聲明浪跡 兼前途 嫖整為零 那麽隨時呢 連廣告箱呢 都要索償至少2.4億港元 那幾年呢 演藝圈和港琴界兩邊走啦 加上在大熱內地節目 披荊斬擊的哥哥呢 有唱有跳 令人氣再升啦 那時候 那麽被人爆呢 在北京 攝完嫖娼 被依法拒留啦 那麽事件呢 軍動娛樂圈啦 醜事全千里啦 那麽 那麽 那麽憑著超級尺琴的 遇滿國際的他呢 鋼琴家淪為嫖孝 當然成為 在外媒 包括美國紐約時報等 報紙呢 報導的對象啦 正所謂 識字頭上一把刀 被人爆他呢 就是說呢 在內地 雖然不是犯罪 但是會遭受這個 治安處罰 他說根據呢 內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呢 規定呢 賣淫或嫖娼會處10天以上 15天以下的拘留 並且有5千元人民幣或以下罰款 情節較輕的 處5天以下和扣500元就可以了 但如果明知自己有梅毒或者臨病等 嚴重性病以去賣淫或嫖娼 更加涉及傳播性病罪 就要處於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以及都有罰款 這些處罰相信李雲迪應該十分熟悉 因為在內地的傳媒踢爆 原來他是慣犯來的 因為有傳他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已經被人捉過一次 但那時候臭屎密蓋 就沒有人被傳出來 那時候真的成為熱手 不捉一天之內 閱讀量超過8億 為什麼會被人爆出來呢 原來不是天有眼 而是有事眼 北京市朝陽區公安分局 就說接到群眾舉報 同時有消息指 是被網民棄稱全球第五大情報組織的 朝陽群眾 舉報見公 更加有網民爆料 說說李雲迪跟這個涉案29歲賣淫女子陳某言的交易細節 這個網民就說警方在北京三里屯附近一個小區查獲賣淫場所的時候 他那個女子就認賣淫行為 警方在他的手機就追查那些嫖客 因而就查到這個李雲迪出來 那時候他飛去北京 就被人當場捉了 更加指他是固定時間交易 還用實名制轉帳支付款項 每次交易為1萬元人民幣 那時候大概1萬2元港幣 令到李雲迪前途化整為零 還有這個女子就被人起底 根據網上瘋傳的照片 那個女子就有一米七 那都是五官精致的美女來的 身材當然是 美得不得止 有不少照片 還要只穿內衣 強調身材的照片 姿勢極度誘惑 不少網民 笑言 都怪不得李雲迪 那本身李雲迪家的家價很嚴 他媽媽那時候放棄 巴雷姆事業去栽培李雲迪 雖然那時候被人供應是無飯生 但是 真是個性壓抑 成名之後就情緒爆發 懷疑因為這樣 而既情侶式去輸壓 但是那時候其實除了被人爆這件事 還被人傳過 他跟另一個男明星有激情 這個硬一點說 李雲迪面對最大的處罰 除了聲明浪值之外 還有天價的賠償 根據內地官媒 狂軍失德 變成劣職藝人典範的他 已經被中國音樂家協會取消會員資格 演出行業協會要求封鎖他的行業抵制 四川音樂學院更加火速紮調李雲迪工作室的名牌 有關他的微博所有東西都被人禁言 原本有的常委公職都被撕走了 只剩下國際降陷間這個稱號 其實他之外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剛剛跟他傳說有基層的王力雲 兩個人都被人傳嫖妓 當然有可能兩個都是萬人插的 這樣沒有證據啦 但是有證據的就是 他老婆踢爆他叫雞 那時候李靚雷 踢爆王力雲那些東西之後 王力雲都沉寂了很長時間 最近有傳他又出來 但是好像在台灣那邊還是內地呢 內地開演唱會在杭州 如果他可以翻紅的話都挺天無眼的 但是沒辦法 人家真是又英俊又唱歌好聽 總是有些女粉絲會沉船的 唯有抓他好運啦 今天講到這裡 應該有第二集的 大家期待一下啦 最重要現在多人看 多人share 多人like的話 就一定有第二集 下次再會 拜拜